对于何炯,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话说小编也是看着何老师的快乐大本营长大的 何炯他不仅主持很厉害,而且特别的暖心 不管到快本的嘉宾,是娱乐圈大咖还是刚出道的新人 何老师都会贴心地为对方考虑 让每个参加快乐大本营的人兵之如归 所以何老师和娱乐圈的很多人都是好朋友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近日何炯竟然发了一条微博向孙怡道歉 何老师这么周到的一个人 会有什么事让孙怡不开心了吗 原来在近日快本节目迎来量生巨组 而在节目中,孙怡可爱的举手要和何老师比心 不过何老师似乎忙着主持 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已经把姿势摆好了的孙怡 但是这一幕被摄像师拍了下来 所以照片上就只有孙怡比了一半的心 而事后何老师知道了 怕孙怡尴尬,居然微博公开道歉 这么暖心的何老师让人如何不爱呢 而孙怡的回复也是相当的有爱呢 表示,何老师,你微博回关我就一笔勾销好不 其意思明显是他先关注了何老师的 而网友也是非常有爱地说 帮忙给两个人合影披了一条弧线 和孙怡的手凑成了一个爱心 表示,帮你俩缓解尴尬 真的是相当极致了